自2017年以来 中澳关系一直磕磕绊绊 澳国不仅无端抨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而且大肆渲染中国渗透 将致力于中澳友好的人士打上清华标签 安施旅澳华人和留学生为间谍 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时任总理特恩布尔 和高级官员于五月访华 但中国拒绝颁发签证 澳中关系恶化的另外一个例子是 没有一个澳大利亚部长 被邀请参加今年博敖论坛 往年至少有一名澳大利亚高级官员参加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三到访中国 这是澳外长时隔两年多第一次访华 在佩恩来北京之前 澳贸易部长博明汉在上海参加了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波兰会 这一切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回暖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刊文分析其中原因 对于驻华的澳大利亚外交官来说 本周是难得的一周 不仅澳贸易部长博明汉首次正式访问上海 澳外交部长马利斯佩恩周三也到访北京 这是澳外长时隔两年多第一次访华 打破了由中国政府实施的 长达一年的部长级互访禁令 这些备受瞩目的部长们的常规访问曾经很常见 但在过去的两年里 他们被延迟了 被破坏了 因为在澳瓜起的中国威胁论 冷风让中国感到愤怒 于是中国将澳大利亚打入了冷宫 中国外交官员经常提醒澳大利亚 必须纠正其行为 外交官们不得不首当其冲 据一位驻北京的澳大利亚商业消息人士透露 最近至少有一家中国公司 被勒令推迟宣布在澳大利亚的新投资 总之 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 在中国首都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当寒冷的时光 因此 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通常情况下 外交部长每两年进行一次的 例行访问中官方圈子里出现了兴奋情绪 无论是在中国官方媒体上 还是在澳大利亚商界 两国外交关系解冻的原因都很清楚 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政府感到满意 他不再像前总理特恩布尔那样 公开点名批评和指责中国 这并不是说 在价值观 南海和中国在太平洋岛国 提高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所有分歧都已消失 实际上博明翰本周在上海也承认了这一点 但面对于太平洋对岸的一场艰难经济战 中国现在似乎愿意将这些分歧放在一边 澳大利亚企业松了一口气 尽管很少有人看到由于外交争端 而导致的实际贸易下降 澳大利亚中国商会本周在 北京进行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三分之二的公司 对加大对中国经济的投资 持乐观态度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中国政府做出新的承诺 将推动进口产品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 此外 澳大利亚的医疗公司和教育机构 对中国政府承诺取消这些行业的 外资持股上线表示欢迎 中国本周在上海举办的 大型进口博览会尚费了很大力气 并极力强调中国将继续开放 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做了 澳大利亚的企业肯定更有信心了 他们有能力利用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订阅